除了柯文哲之外 还会不会有其他的神秘嘉宾出现 就你们大家看转播或到现场来就知道了 拭目以待 然后这个陈时中现在被爆料 就是说他在高雄的亚洲新外区 他的第一豪宅 他摆了9年 然后现在转手 选前转手卖掉 获利上千万 这个部分 我记得他不是说 那个是要退休用的吗 其实可以不用卖 因为他也可以快退休了 然后现在就是 所以是被自己的选情很有信心吗 当然 然后现在那个柯市长说 王世坚在民进党的日子也不多了 所以愿意延览他进入民众党 这个部分你支持吗 我觉得就王世坚不用特别再去为难他了 然后现在薛瑞元说 陈时中仇恨值高的原因 是因为挡了疫苗前客几十亿的财路 那你觉得他仇恨值高 原因真的是这样吗 我觉得薛瑞元一直都搞不清楚状况 仇恨值高是因为 没有让人民及时的打到疫苗 重点在于谁可以当前客 谁在中央执政 他去挡前客 那前客哪里来 前客会是别人吗 还是他们党内也有前客 这个要说清楚吧 如果真的有前客 讲出来 大家给你拍拍手 哪一个人是前客讲清楚 那这个消防局动员令的部分 这个实力说其实不止一个分队收到 那现在也把检举喊送到监察院 选举到末期就会有这种很奇怪的指控 我觉得有什么就交给相关单位去调查 我们公开的资讯 因为我们不能去管每一个人 他们在跟朋友聊天的状况 所以这个有状况就送监察院 该查就查 旁副想要问一下说 陈兄曾经与社羌级的 这个威胜集团董事长 吴米娜同桌吃饭 那假设黄辰国也介入中泰花园的多根案 以及新竞典的饭店违建拆除案 面对绿营的这个新黑金政权 你觉得到底要如何才能来二职 我觉得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不要投黑也不要投贪 那就全部都投给黄珊珊 这样比较快吧 会不会觉得说陈兄面对这些真意 应该要说清楚 而不是一直打太急 我觉得重点是 他背后站的是什么人 他自己要跟大家说清楚 他跟他的关系 是不是有这样的人在他帮他操盘 那而且都站在他的身边 这个才是大家要去想想 这些人将来是不是 如果假设当选市长 这些人会不会也是 他的背后铃 那最重要的是 他是一个 人家叫他拍在厕所偷窥广告的人 他都照做的人 他最后是不是就会变成一个傀儡而已 他什么都会照做 这个陈时中 陈时中昨天说 现在看起来蒋万是蛮害怕你的 就是因为他有抛出一些东西 批评他的东西 他都没有做回应 那你觉得有这样感受吗 我觉得这两个人都很害怕我啊 我问陈时中的他也没有回过回应过啊 好选担最后现在陆战跟空战有什么样的规划呢 我们就是尽全力的来争取更多的市民的认同 有特别要强达可能蓝营的大安文山或者是绿营的大头 每一个地方都要去啊 不会只有分 争取全台北市的人口 是啊 不会把 我们不会把选民先分类 我们也不会认为哪些人需要争取 哪些人不需要争取 全部都要争取 嗯 谢谢大家 好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 免疫力会降低 然后我们说睡觉是美容效 女生睡不好 这真的是不止脾气差 皮肤也会变差 旺旺现在推出了一个新产品叫做 梦梦水 独家的配方可以启动入睡的关键 怎么买呢 来QR Code快点购 扫一下